看监控 你自己摔的还是瞎说 人家好心来扶你 你自己摔的 做人要讲道理的 你自己看看自己摔的 六学老人骑自行车意外摔倒 路过的快递小哥 好心将他扶了起来 谁知老人却恩将仇报 一口咬定就是快递小哥将他撞到的 要求对方必须进行赔偿 面对如此无奈的老人 年轻的快递小哥也十分无奈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快递小哥说 事发时他骑着电动三轮车 正常行驶在路上 突然从后视镜中 看到一位骑自行车的老人摔倒了 看到老人一副十分痛苦的样子 快递小哥来不及多想就停了车 赶忙跑到老人身边询问情况 我看到车镜我都走了老远 我看到车镜他走了 然后我说对吧 万一是我碰到他 我要走了多不好 然后我就回去 看了他 看了一下 然后他就说我撞他 快递小哥本来是做了一件好人好事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的好心却没有换来好报 摔倒的老人 看到有人主动扶他 不但不感激 反而产生了碰瓷额前的想法 当着众多围观群众的面 指责快递小哥撞到了他 要求快递小哥赔偿他一笔医药费 看到老人竟然颠倒黑白反咬一口 快递小哥顿时傻眼了 直言自己是被冤枉的 然而 不管快递小哥如何解释 老人却仍然不依不饶地表示 今天如果拿不到赔偿 快递小哥就别想走 眼看老人摆出了一副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的样子 快递小哥无奈之下 只能选择了报警 随后民警立刻赶到了现场 然而即使在民警面前 老人却还是谎话连篇 当被问起摔倒的原因时 老人直言不讳地表示 是快递小哥把他撞到了 还说自己的腿被撞骨折了 看到老人说的有模有样 就和真的一样 快递小哥心里十分委屈 立刻一五一时地 向民警叙述了事发的经过 看到双方的说法大不相同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民警接着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结果并没有发现 电动三轮车和自行车 有碰撞的痕迹 根据调查结果 民警怀疑老人在故意碰瓷 于是劝老人不要诬陷好人 老老实实交代事发的经过 然而老人却根本不听劝 坚称自己就是被快递小哥撞到的 还说如果快递小哥没有撞到他 那又为什么会回过头来扶他呢 他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好心的人 现在自己的腿都被撞骨折了 快递小哥必须赔偿医药费 眼看老人今天是赖上自己了 快递小哥直呼真是没天理了 本来自己是在做好事 没想到老人竟然有这么多坏心眼 为了还快递小哥一个清白 民警随后联系了交管部门 调取了路口的监控视频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在经过事发路段时 老人的自行车撞到了路沿上 然后他才连人带车摔倒在了路边 而当时老人的自行车和快递车相距 至少有一米以上的距离 两车自始至终也没有发生过接触 所以这起事故是老人权责 和快递小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确凿的事实面前 老人只能承认了 自己故意栽赃陷害快递小哥的行为 考虑到老人年纪比较大 民警随后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便没有再追究他的责任 不过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老人在看到自己碰子失败后 竟然直接站了起来 骑着自行车一溜烟的跑掉了 之前编造的谎言不攻自破 虽然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快递小哥的冤屈也得到了洗刷 不过事后他还是稀有余悸 我一年轻小没有 没有什么义务去 去执法他 只感觉搞笑而已 不过当时 是如果没有摄像头的话 那肯定是说不清楚 感觉他们挺复杂的 很公正 如果事发路段没有监控 那他真是跳到黄河也说不清了 这些年 关于老人摔倒服不服的讨论屡见不鲜 其实大家都想助任为乐 但是一部分老人 为了谋取一己利益诬陷好人 让大家心中不免有了忌惮 希望老人们能够多一些善良 不要让好人寒了心 那么如果在路上遇到了摔倒的老人 你会上前扶一把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